第39题 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对现在的科学而言仍然是个谜 因为就现代的科技建造也极为艰巨 何况是数千年前 曾经有人认为这些伟大而超乎人类想象的建筑物 可能是外星人留下来的 可是现在已得知建造的过程应该是利用诱图的方式 将两公顿的岩石逐一堆砌完成的 若此座未完成的金字塔的斜面长度为100公尺 高度为20公尺 是将一个两公顿的岩石等数从斜面底部推至最高的位置 必须施力多少公斤重 所有的阻力忽略不计 那么这题就是在考所谓的下滑分力 因为如果要从等数要往上推就表示呢 合力要等于0 那么也就是施力要恰好等于他的下滑分力 那我们知道下滑分力的公式是呢 斜高长比呢乘以物重 所以斜边高比上斜边长 乘以物重就是我们的下滑分力的公式 那么这里的斜边长度呢是100公尺 斜边高度呢是20公尺 我们的重量是2公顿 也就是2000公斤 所以消掉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要吃力的叫做400公斤重 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 是将一个2公顿的岩石等数 由斜面底部推至最高位置 必须施力多少公斤重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400公斤重 没问题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